欢迎两位 他们说你说过一句话 说你生活在一个 无声的电影世界里 对 怎么想到用这个 来形容自己的情感状态的 就是我老公在家 一天到晚 一句话也不跟我说 不爱说话 不爱说话 结婚多少年了 八年 你比他大六岁是吧 对 追你那会儿 谈恋爱那会儿爱说话吗 还是你们是属于那个 父母给说了亲就嫁了 是那个别人给介绍的 刚开始的时候 还行吧 现在不爱说话 我就想知道知道 他是怎么想的 有孩子吧 有孩子 几个孩子 一个孩子 男孩女孩 男孩 多大了 几岁了 他跟儿子说话吗 也不怎么说 你跟儿子也不说话呀 我也经常 经常不在家 他管你孩子 我管你的手 他不在家的时候 你们沟通吗 你比如说他出去了 对 有些人打个电话 或者发个微信 总得问候一下嘛 问问 这个你们有吗 这种沟通 有 但是我要是不给他 发微信的时候 他几乎不给我发 有的时候 我个微信 微的 他也不说话 完了我试探的 就给他发一个红包 但是我一发红包 他还领 就是不和我说话 领红包是秒领 说话出来不回是吧 为啥呀 给红包 那跟你说话咋不搭理呢 说话一目目俩 你说这些年纪婚的 你不想说 没啥太多话呀 都没话说了 我的天哪 你在外面跟朋友 吃饭聊天 你说话吗 也说话 但是也不算太多 我们是农村的嘛 出去溜达去 比如说是上个卖店了 再不在大热顶上走 在人家都有说有笑的 一回家就完全变个人 就是不和我说 就他在外面是 跟别人有说有笑 对 每天他要是在家的时候 他手机 叮叮叮叮叮子响 是像你媳妇说的那样 你那微信在家里 滴得叮叮老响吗 不怎么想 不这么想 他就以为我 瞅我这手机 他不怎么在家 他农村嘛 村秋都很忙嘛 农忙的时候 在家帮我干活 农闲的时候 就是家里边有车 自己出去收粮去 但是收粮的时候 累了歇一歇的时候 也会拿起手机啦 搜搜附近的人啦 这个那个的 他就和别人就能聊天 以前吧 在家的时候 还能跟我俩说一句话 就是一天最多能说 三字话 老婆今天吃什么呢 这是一句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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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早晨吃什么呢 晚上 老婆 晚上吃什么呢 这给拿个复读机 给他弄好就行了嘛 只要按就行了嘛 完了 有一次他没出去 晚上他在家就和别人聊天 聊得老高兴了 我就生气了 把他手机摔了 在那以后更不说话了 这三句话都没有了 为啥呀 因为我们俩 我跟他说话多了 情况下 他以后就是闹出感情的感情问题 为什么说话多了闹出感情问题 你这心里藏了多少秘密呀 你怕被他审出来是吗 你们家谁说话算话呀 就谁能做主啊 他做主 他做主 这你们家领导是吧 对 钱什么也归他是吧 对对 你怕他是吗 怕他 你怕他什么呢 他怕他花钱 怕他花钱 难怪这不敢说是吧 在家里不敢说是吧 对 他没事总上街里买衣服 乱花钱 给孩子都买好 给他自己也都买好 孩子你也不管呢 孩子你管吗 孩子我是不怎么管 你管吗 你管的方式有点不对劲 就你对劲 你不管孩子 家里边的一切你都不管 都我自己 就有一次 我妹在家出门了 完了呢 中午我儿子给我打电话 说妈妈我饿了 我说饿了我妈妈妹在家 你找你爸爸 妈妈呀我爸 我跟我爸说了多少句话 我爸都不吱声 结果晚上我回去 我儿子一天都没吃着饭 你这不仅是笼子和哑巴呀 你还是个摆设呀 儿子要你干啥呀 咋没吃饭呢 你忘了我出去去溜达了 溜达了 儿子吃饭你都能忘 忘了 我们家孩子从生下来 他也不玩 就别说这次了 那次呢 我给你拿钱 我说儿子那个被子小了 我给你拿钱 你上街里给买一双被子 结果呢你买了吗 早晨出去的 到晚上回来 被子没买 拿着钱看着有打牌的玩了 明白了 这日子还能过吗 还想过吗 想过 但是我非常 我希望他能改 不是 就这么一个男人 至少你现在描述的这个男人 不愿意跟你沟通 不愿意跟你交流 虽然在孩子问题上 你们有分歧 但是他也是闷在葫芦里 不愿意说这件事 对呀 他的表述是说 我不愿意跟你在情感上起冲突 是吧 对 你害怕说了之后有分歧 人家跑了 对吧 但是我们知道 如果两个人 同在一个屋檐下的两个人 别说夫妻了 就天天这么见面不说话 这也别扭啊 这个男人到底什么地方吸引你 让你还想跟他过 其实吧 他除了不说话吧 别的方面也挺好的 完了你还有孩子 不想说是离婚什么的 那你刚才说是好的地方行不行 家里边得活 就像洗衣服做饭了什么 这是咱们女人应该干的 像我们女人应该干的 如果就是说是像农忙的时候了 秋天了 就是收拾收拾地了 哥哥包米了 爸爸包米什么的 就是这个 如果要是 我要是不去的话 他也不会就是让我去的 像我们这个平时的 像农村 就他心疼你是吧 像农村没有事的时候 我们团子都有那个女的出去打工了 外头得挣钱了 多收入一些嘛 这个 这个是他不让我去做 那他出去吗 他出去 等于这个男人很疼你 不让你干活 还行 给你挣钱 有外心吗 也没有 没有 有外心吗 没有 你跟我说 为什么回家不跟老婆说话 说实话 我就感觉吧 我们俩相差六七岁 我感觉心里上有些 他说多话了吧 怕他我们俩闹成矛盾 他对我们俩的感情 出现问题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你 你要真想聊点这个家庭所事 你不太认同的 你怕他生气 对吧 你又觉得我不聊这些事 我能聊什么呢 是不是意思 对 听起来就特别特别的奇怪 说这个世界上 怎么还有这样的家庭 但是大家仔细地想一想 现在有多少中国家庭 面临的恰恰就是这种 沟通方式的问题 和沟通的困难 大家可能不知道说什么 你们家可能更极致一些 我们先听听老师们的分析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博弘兄 确实我们也看到了作为一个丈夫 你和别人有说有笑 和妻子细致如心 我真的担心你把爱情沉默成了微情 微信摇来的陌生人 你都这么有话说 这就表明你并不是一个不会说话的人 只不过你不想和自己的妻子说话 你刚才说不说话 沉默的理由是怕说错话 但兄弟这是在家里 家里不是外交场合啊 家是最放松的港湾 说错话没关系的 关键是你不想说 刚才赵传老师说的对 我们现在有一些家庭 生活了几年以后 有一方就会变得沉默了 这种沉默 其实你对妻子的这一种爱在消磨 甚至你对家庭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可能有一些你在逃避 所以我认为你的沉默 一定是一种逃避的方式而已 我们在婚姻当中 我认为夫妻之间有矛盾也很正常 但是有了矛盾 宁可争吵也不要沉默 因为在这一种沉默 很容易把家庭沉默成了植物人 而且很有可能在沉默当中 把家庭给毁了 所以关键的问题 你可能内心有一些自卑 但是也不代表着 你在家里就无话可说啊 所以关键的问题 他要从这种心理阴影当中走出来 我认为他们两个人的感情 是没有问题的 心中还是有老婆的 对吧 你虽然笑嘻嘻的 你真的认为我刚才说的有道理吧 有道理 有道理呢你听不听呢 听 改不改呢 改 好 我也一个字 好 来听听语东怎么说 兄弟和妹子 我觉得你们的爱情 生得伟大 活得憋屈 老憋屈了 怎么会这么憋屈呢 在家没有话 在外笑哈哈 老婆孩子全不管 微信交友聊得欢 我觉得这种无话 这种冷漠 这种孤独 甚至有一点 冷暴力啊 这个时间长了 你们两个人的身体 健康 全都废掉了 我想说的是什么 我感觉 我感觉 兄弟 你肯定是憋屈 有一些 难言之隐 因为 种种迹象表明 你的女人 你的 甚至是你的孩子 你的家庭 对你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了 他们不太可能给你带来什么快乐了 所以你在家外面 寻找乐子 在整个婚姻过程当中 其实最高境界就是三个字嘛 就是聊得来嘛 对不对 你在整个 遭受到家庭里 遭受到这份孤独 其实 其实孤独是什么 一个人的孤独根本不可怕 当两个人坐在一起的时候 依然能感觉到孤独 这个才是可怕的 所以 所以很多人就说 聊得来是 婚姻能够幸福长久的秘诀 那具体你们之间的问题 我觉得可能 涂老师看得比我更清楚 好吗 好 赶快解决 谢谢 谢谢宇东 来 涂老师 好 其实我也看不清楚 我也挺迷惑的 其实有的时候 语言并不是丰富了我们的表达 而恰恰是限制了我们的表达 有很多事情 是没有办法用语言去描述的 其实今天真正的问题 不是不说话的问题 而是没有反应的问题 很多事情 他说 他怕说了之后惹你生气 他其实可以不说 比如说尴尬地搓搓双手 比如说满脸堆笑地点点头 这都是一种妥协的方式 也可以不惹事 不会引起争吵 但是偏偏他连这个都没有 这就是问题 不说话没有关系 很多不会来事的男人 不会跟女人甜言蜜语 都不会说话 但他们想要平息家庭的矛盾的方式 就是用平平点头 按老婆的话认真去做就可以 这不会惹起麻烦 所以他刚才所说的那句话是撒谎 他说因为你年纪小 他怕在某些方面不认同 引起彼此的纷争 你完全可以照做就可以 你没必要说话 但是就现在为止而言 我认为他没有反应的主要表现 是因为钱 因为我看到 其实至少有三点是因为钱的问题 你在微信当中发红包 他秒收 他秒收的原因不是因为缺钱花 或者是说一定要挪为己有 而是因为怕你乱花 所以他先收着 第二 你给孩子买被子 他不买 把钱给自己花了 其实你听到的所有的矛盾 只有钱的问题 他反反复复说你乱花钱 给孩子买这个买那个 他总体的对你的不满 就来源于对于家庭经济开支的问题 他一方面又想宠着这个女人 他认为她漂亮 然后呢又心疼她出去打工 但另外一方面对于你持家 它是有问题的 但是他又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所以采取这种回避而沉默的态度 这是我所了解到 其他的我看不到 但我想说的是 你可以不说话 但是如果你长此一往下去 老婆总有一天是别人 到那个时候你不想说话 你也得说话 到那个时候是人才两空哦 所以你想想 你不说话没关系 其你对于事物有反应 这是一种对于自己爱人的尊重 如果爱人说任何话 都是对牛弹琴的话 这种日子总有一天 把你的老婆逼到别人的怀抱里 好吗 就这样 好 谢谢图老师 我觉得你有一点特别好 是你发现问题 你及早地把它说出来 你可以要求 当然了 沟通和交流这件事情 要想有效的话 就得找到别人的痛点 你才能沟通和交流 现在看起来 他对儿子是漠不关心的 他对这个家庭是漠不关心的 那么他的痛点在哪呢 所以图老师有一段话 我觉得你好好听听啊 这是最管用的 我认为 比较在你们这个家庭里面 算有效信息的 你要老这样 你老婆哪天跟人聊跑了 咱也不清楚 你认为娶回家放在那儿了 我老婆就能这么瘦的 你太傻了吧 你把人也看得太傻了吧 一个在农村 能到四里八乡去收粮的人 这么一个男人他简单吗 他绝不简单 你不会说话呀 你不会唠嗑啊 我怎么不信呢 你说得太对了 农村收粮的那是最会说话的 他要把人家粮仓里的粮 卖给自己 那是要说话的本领的 所以要说的有一点 我农村家庭也好 现代家庭也好 所有的家庭结构里面 重要的是交流 交流就要有效 你去找跟他有效交流的方式 非常简单 如果你需要这种有交流的生活 请你非常严肃地回家之后告诉他 如果你还把我当成一个木头人 如果你还把我当成一个 就这样就可以打发过去的人 那我可以不跟你过这个日子 底线要亮明 来 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真情六十秒 老婆 我一定改 我以后跟你俩多说话 没事多聊聊天 你可以原谅我吧 跟我回去 让我想想吧 请亮灯吧 记住他刚才那张脸 那话说得多顺流 那表情配合得多好 你还是一个不会说话 不会交流的人 细节骗不了人 回吧 谢谢两位 谢谢你们的分享 请回 请回 这个我们看到了 一对来自农村的夫妇 妻子上来就说 他们家过的是末片的生活 有很多家庭其实现在还在过末片的生活 看起来都在交流 特别的热络 其实有效的交流真的 请开门 好 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